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要给你们示范 要如何更改您的hostlink 现在您就来到这一页 这里会显示您VPS的资料 您可以往下滑 确保您的VPS正在启动 您可以看到这里有VPS management 很多小工具 您就点击第一个 Change的hostlink 现在我的名字是叫 destin1.com 我要取名叫做 VPS.com 然后我点击这个 Changehostlink 这里就会跳出来 我的hostlink是要在我 restart之后 才会更改 那么我就点击OK 然后点击这个host delta 然后我再来这边 这三个按钮这里 点击这个蓝色的 restart的VPS 重启我的VPS 然后呢 这里就会显示 我的VPS已经重启成功 OK后呢 我要如何查到我的hostlink 已经成功更改了 那么就点击这个VNC 然后点击这个第一个 然后您就可以看到它正在跑一堆代码 跑完之后呢您就可以来到这一页 这里就会显示我hostlink的名字 你可以看到我的hostlink已经更改掉了 那么现在我就要login它 就输入我的usename 然后这个root的password 好那么当我成功login后呢 我的VPS就可以操作了 成功login后呢 您的VPS就可以操作了 您的hostlink也已经顺利更改了 好的那么刚刚就是我讲解 如何更改我的hostlink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您对我的影片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留意我下一支影片 如何更改我的root密码 好的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